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上午到松山发送发财金 面对媒体询问第二栋房子不准贷款的说法 柯文哲坦言那些事不是很成熟的概念 未来会思考如何把空屋逼出来 而下个月会想办法让一千多个联合开发案的空屋上市 大方很容易只是并发症要怎么控制都不得了 台北市长柯文哲二三日上午到松山峡海城隍庙发送发财金 在接受访问时说日前提出北市房价要降 只要规定买第二栋房子不准贷款 这是很粗略的想法 跟一些年轻人讲的一些想法 我想那个也不是很成熟的概念 柯文哲认为台北市的房子自有率达七成以上 目前所有的打房政策在台北市都不太会有反应 控制房价的主要工具都在财政部 所以事实上台北市长能做的不多 所以我们就在台北市长可以做 反而还是回到兴建蜘蛛买公共住宅 还有公办都更这两样 柯文哲说首先必须增加供应量 除了公办都更也要让台北市目前8%的空屋 还有连开案一千多户空屋进入市场 将有助于抑制北市房价 在下个月就想办法让这一千多户的空屋 这也是把空屋逼出来 其实我后来发现我住的地方 三楼跟五楼也是空屋 柯文哲表示去年房屋税修法 持有房屋第四户以上将被视为非自住房屋 税率将从1.2%提高至最多3.6% 在某种程度上对空屋有加重赴税的效果 今年执行一年试试看 看效果如何再决定后续的策略